我决定了就买这台车 大家好,我是小马 终于到了 往这边找 今天带大家来奢侈店里面 体验一下奢侈店的饭菜 从来没吃过这么高档 高档的饭菜 走 我们到展宁里面再去看一下 这个用来自家旅行是最好的 上面有一个棚子 这边有零食吃 零食可以零食吃吧 可以 真好 坐一下 今天来给车子镀金 然后也来尝一下宝马这边的这种餐是什么味道 因为上一次没有尝 这一次的话来尝一下是什么味 之前尝那个别克那边的话 那个车子的味道 它就不做评判了 但这一次的话尝一下宝马这边的餐的味道是什么的 小姐姐可以秤吗 可以的 哦是免费啊 是 哦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大家不要误会哈 今天呢 我是跟着我爽子过来的 过来给他们家的车子 一斤的 我们现在就去吃饭哈 那边这边吗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店的楼顶 楼顶上停的全都是车 这是楼顶啊 天啊 这边那里 嗯 好 这怎么放饭 这里面放饭吗 这里通的 刚好我早饭也还没吃 给摄影师打的 摄影师要这个吧 我给摄影师打的 非常精致 我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是自煮菜 之前在其他设计店里面吃的话 它都是大锅菜 大锅再做起来了 不过这种自煮菜的话 吃起来确实也比较好吃一点 我想如果 吃吃饭 因为没有票的话 应该也能吃得到 其实我是拿着票过来吃饭的 好了 我先吃饭 我的吃相不太好看 饭菜已经吃完了 现在的话到休息区去 看一下休息区 舒不舒服 不是在跟某些品牌打广告 这个视频不是打广告的 这是我来体验的 休息区好凉快 坐下 还挺凉快 哎哟 哎哟 哟哟 哟哟哟 是这样子 哎呀 手扁了下来了 这个等待的时间 要听说要等一个下午 所以休息区 都是坏的 这怎么玩呢 哎呀我们试一下这辆车哈 这辆车舒适度的话还是不错的 挺舒服 就是感觉这种车啊 还不适合我们做自媒体的人 我们做自媒体的更适合那种 底盘高一点的 这种适合家用版 这辆车混动的 挺喜欢的 我也喜欢混动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车 刚刚拿来镀金的车子 就是这辆 帮忙操三 我决定了 就买这台车 这台车适合自驾游 适合我们做自媒体 对哈 还不知道这辆车大概是什么价 我来找一个小姐姐 来问一下这个价格 我找到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过来帮我介绍一下 这辆车的价格 因为我确实非常想卖 就是小姐姐 你站过来 你不要害羞 小姐姐长得非常漂亮哈 就是是这样子 这辆车的话 高配和低配 还有中配 价格大概是怎么样 这款车子的话 中配的大概是45万左右 低配的话39万左右 然后高配的话 上路是48万左右 高配 我感觉可能低配 会不会更适合我 每一款都适合你 看着我还是比较适合马 你们叫小马 所以说有个薄马 可能会更加的适合 非常感谢小姐姐 谢谢 谢谢 等我回去这两天 跟我老婆商量一下 看一下怎么样 然后给它 如果不出意外 就给它直接定下来了 好了 刚刚我开过来的车 也做好了镀金 然后现在准备开车回家 也去看一看那辆车镀金镀得怎么样了 走 看一看一看 对对 这是镀金在哪里镀的 没看出来 这个摸肯定摸不出来 就是更光滑 哦 对更光滑了 这是什么 这肯定你以前都弄到的吧 上次你不是说 就是摸起来会比之前更光滑 以前弄到它这个打 摸不了肯定摸不了 因为这个只有说跟它没有啊 之前这里弄到了吗 有弄到这么多吗 不记吧 弄到这么多啊 没有这个它盖破不了了 这是刮伤了 这个盖破不了了 只是说在太阳底下它更清楚 在暗的地方它就看不清了 那在晚上还更看不清哦 哈哈 差不多可以开车回家了 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